全球急动日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那会对于亚洲各大城市今天的急动 特别是东北亚部分 我们会有详尽的报道 不过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在2021年的一开始 华府陷入黑暗的宵禁 美国总统川普和川粉 在美国国会上演了 让全球震惊的大暴动 那么美国首都跟最高立法机关的警备 薄弱到令外界吃惊 而川普和川粉在几个星期前 都预告过这场集会 但是今天要追究的是 美国的国会山庄警察 为何如此低估群众高估自己 而且显然是拒绝准备 他们不向国防部或司法单位 请求支援 这个警备计划是不是故意摆烂 双重标准呢 现在包括了纽约 马里兰滨州 东北六州 超过6000名国民兵 全面赶赴华府为安 要确保1月20号 拜登就职前的秩序 确实足以令人担心 美国民主神圣的国会殿堂 在川粉暴动过后恢复平静 国会周边一架起 两公尺高围栏 6200名华府 及东岸六州的国民兵 周末前将进驻 美国首府华盛顿 至少30天 但外界不禁要问 华府和国会的警备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川普支持者指导黄龙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要求国会警察局长下台 参众两院的执法首长 也将去职 这场国会围城 已造成5人死亡 包括一名警察 近60名援警受伤 68人遭到逮捕 民主党 共和党 全国委员会 和国会周边 也发现管状炸弹 美国总统川普和支持者 已经鼓吹这场集会 好几个星期 那国会警察 为什么没有准备 国会警察一共有约2000人 事前拒绝国防部协助 也为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 和司法部之约 显然计划不周 领导失败 美东时间6号下午1点左右 川粉推倒国会前的栅栏 与警方正面冲突 但他们的人数 显然大大压过国会警察 之后打破窗户 冲进走廊 甚至霸占参议院议场 这时候美国领导人在做什么 不过据了解川普最初拒绝动员国民兵 是人在国会山庄里的副总统潘斯 亲自致电国防部 加速派遣部队 当时潘斯的太太 女儿和哥哥都在里面 但川普和白宫对他们的安全 几乎不闻不问 冲进去的川粉 甚至高喊潘斯人在哪 国民兵在第一道防线 被冲破一个多小时后才现身 直到宵禁前 才连同国会警察 华盛顿特区警力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进空国会辖区 不过随着画面曝光 现场的国会警察被发现 似乎没有出手对抗闯入群众 甚至与他们自拍 拉开围栏放任他们进去 遭批对待川粉 和去年争非议平权的黑潮抗议 根本是双重标准 当时在白宫前的拉法业公园 一场大治和平的抗议 在几乎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 用强势武力迅速清场 只为了让川普徒步走到教堂前 高举圣经牌照作秀 试问如果这次闯入国会的是 非裔或穆斯林 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去年夏天黑人的命也是命抗争 争的是警务改革 但这次却是基于毫无根据的阴谋论 有记者跟着川粉进到国会大厦 看着他们打破窗户破门而入 同时高喊美国和停止窃取选举 这些人最后进到众院议长裴洛西的办公室 甚至巴夏裴洛西的名牌 高调的对外展示 美国媒体指出 当天头戴公牛角 裸着上半身的川粉 隶属其右翼阴谋组织 匿名者Q 还曾与川普私人律师朱里安妮拍照 其他包括其右派用枪团体和激进组织 骄傲男孩也统统在场 而闯入议长裴洛西办公室的人 还大胆地拍下这张照片 大啦啦的把脚敲在桌上 甚至拿走裴洛西的信 华盛顿特区警方已经公布监视器影像 要当天涉案人士倒案说明 FBI也要追设置炸弹的凶邪 提供最多相当台币140万元奖金 但这一天 无疑已经写下 美国民主史上最沉痛的一页 TV新闻纵客报道